四川雅安市强震发生到现在12个小时过去 当地余震不断 造成的伤亡人数还在攀升 我们继续带您快速浏览目前掌握到的灾情讯息 雅安地震阵阳所在的庐山县龙门乡成为重灾区 超过99%以上房屋倒塌 气象局表示 雅安地震释放能量相当于11颗原子弹 比汶川地震小了30多倍 下午2点为止 雅安附近已经发生瑞士规模3.5以上的余震37次 其中最大达5.1 四川雅安发生大地震后 外地车辆准备前往当地救援 高速公路收费站还是照常收过路费 塞的收费站大排长龙 被网友讥讽官僚僵化 四川省雅安市庐山县发生瑞士规模7.0强震 当地防训办公室表示 庐山 漠东水库 苗西水库 天泉史阳水库出现裂缝 台湾交通部观光局表示 震灾区距离台湾旅客最长去的猫雄基地 还有100多公里 目前台湾在四川的18个旅游团362人都平安 没有受困通报 四川雅安发生强震 在成都设有富士康通讯科技等生产制造 3G行动手机 网络设备的鸿海集团发言体系表示 当地人员安全 厂区生产不受影响 金行也在电视整理报道